有一個好現象外部穿的操欄地重擺 年久時收更加上市早期港幅所建立的 百水高鐵花已經出現崩潰的正行 在柳伊丹守博向農水素中華管理處 歡迎了 順利正處到正前價位3,760萬 進行台幼1.2公里的改善工程 不正工程已經開始4天 在日後再起 柳伊丹守博是特別正常關心4天的狀況 這是用特別計畫 前站計畫才有這麼多錢 不能都要分段做 分段做就結170 結440 就是往這邊的 440是含在這個預算裡面的 等於是第一階段就是只有170 那第二階段就是一公里多 像是一公里二 要用前站計畫去爭取這個經費 對 朝南地重擺改善工程開始4天 柳伊丹守博在議員代表跟農水素的被動之下 正都現場關心4天的狀況 有在這個好形象也沒有穿在朝南地重擺 因為年久失守 更加上是早期工法所見的 白水高的鐵花已經出現崩起的征程 在這里為 丹守博向農水素歡迎了 順利將主庭前站計畫 3,760萬進行等到1.2公里的改善工程 今天我們來關心超南地重擺改善工程 真的感謝我們中華管理所為了我們這個界階 我們這是競爭性的要做專案去評比 這樣我就拿到前站計畫的這個經費 我們農水素 中華管理所我們這邊真的非常用心 有了解的農民的需要 來做這個界階的時候也修繕幾次 去本部做說明做評比 有辦法我們拿到這個專案 三千五百萬來做一個一千兩百公尺長的這個工程 而且這個工程是整個包覆性的做這個鉤底的改善 起來之後不管這個膠可以說用比較久 比較用 還可以做也一併的做這個路面跑步的改善 整體改善起來不管是農民灌溉在使用 還是我們的船民在在交通在使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安全 但是沒有表示 因為炒爛爛中央是早期間發生建立的 很容易會有鐵花崩起的情況 經過這次的改善工程 相信可以從這個狀況這次來改善 我們這條炒爛爛中央的 以前的工法屬於所謂的粉氣石面罐 就是膏底跟它的膏的兩側它是沒有連結 這樣子很容易造成兩側的這個路基鬆軟 那也經常有貪方的現象 那民眾在交通安全上比較有疑慮 那這一次的改善呢 除了把這個年久失修有破裂的部分呢 在這個整體的這個整體性的這個 溝底的這個包覆性的改善之外 就是說以後不會再出現像之前那樣子 可能會被掏空這個路基 然後還有滲水的狀況都不會再發生 從我們在中央沒有白水的工廟 附近的農民也會拿這條白水來灌溉農產 改善工程完成就能讓大大提升白水工廟 以及民眾同性的安全 請進化新聞錯誠前後行 彩虹不登 請進化 請進化